小梅 2021 英哥皇未来教育大会 融贯东西 链接未来 预祝 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圆满成功 预祝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圆满成功 预祝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圆满成功 预祝未来教育大会 预祝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圆满成功 预祝未来教育大会 预祝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预祝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圆满成功 预祝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圆满成功 预祝未来教育大会 预祝未来教育大会 预祝首届未来教育大会 圆满成功 预祝未来教育大会 预祝未来教育大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大会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始了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的大会正式开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会主持人小马 欢迎大家参加2021融贯东西链接未来首届温哥华未来教育大会 上周六的开幕式有来自美国 中国 加拿大 多伦多 温哥华 洛杉矶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朋友 通过zoom youtube 小儿童参加大会和收看回看 近2000人以不同的形式关注未来教育大会 在不少朋友给予首届未来教育大会充分肯定的同时 也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 希望能够有更加具体和落地的内容 在明年的第二届教育大会上 从形式到内容我们都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增加教育投资专场 留学专场等等 也有一些朋友问 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你们大会的协办方和演讲嘉宾呢 也请你在会后与主办方取得联系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那同样的我们要依然再次感谢主办方 他乡周刊 金鱼亲子 联合主办方 乐虎师资会 乐虎青师会 协办方 奥马现代艺术学院 贝塔国际教育集团 直北真教育集团 赛德华夏学院 JTU Online Business School 正旗教育 博雅教育 支持单位 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 加拿大青少年教育协会 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 特别支持单位 惠里金融集团 隆美地产集团 繁高旅游 异空联盟 泰瑞移民 新环移民 指定媒体伙伴 乐火网 特邀合作伙伴 Bedmom Club 战略合作伙伴 三号陆公社 1898俱乐部 从上世纪著名的图灵实验到2020年8月 马斯克在三只小猪的体内植入芯片的脑机交互 从1997年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冠军 到2016年AlphaGo战胜职业顶尖的围棋选手 再到波士顿机器人Atlas 360度翻跟头 从人脸识别到无人驾驶 从经典的符号主义到神经形态技术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人工智能都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扑面而来 从20世纪初到现在 人工智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未来又将会走向何处 是人类的朋友还是人类的对手 下一个十年 人工智能对教育和就业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今天我们的未来大会第一场分会的演讲嘉宾 他是一位同时在数学计算机电子工程和机器人视觉算法 四大领域取得成就的赛德华夏学院的张成博士 张成博士曾就职于UBC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几何理论 机器人视觉和机器人的视觉算法 他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图像硬件识别领域中 Quality of View的概念和公式 以区别于常规的Field of View 张成博士在UBC的时候呢 还参与了加拿大2010冬奥会Hockey智能阵列摄像项目的原型 他还主编了全英文北美权威数学教辅书 一到十二年级系列丛书 在加拿大和中国同时出版发行 并被本地的图书馆收藏 张成博士还参与组织创办了多个STEM国际级大赛 组织开发了STEM全系列的教培体系 为全球推广STEM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并为本地和中国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万名的人才 他还担任加拿大青少年机器人俱乐部的主席 全球科技创新大赛主席 国际机器人大赛 加拿大赛区的主席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成博士 张成博士您好 好谢谢小马 谢谢咱们温哥华未来教育大会 今天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这个我呢这样我就share一下我的那个屏幕 好吧 这个咱们就把这个打开了 好的 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 刚才小马也介绍了 咱们是讲的是这个人工智能下一个十年的一些话题 因为说到这个下一个十年的话呢 其实说的是未来是吧 不是有个小品吗 叫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有个小品那个昨天今天明天嘛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讲这个讲明天的话题呢 这个今天的话题 昨天的话题都得稍微提一下是吧 那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历史才能展望一下未来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内容呢 我们也比较紧凑啊 反正待会呢 会后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小交流的时间 嗯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小马也介绍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我们就是首先呢 我会介绍一下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一些历史进程 是吧 然后才对一些这个未来呢做一些这个分析 呃 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呢 包括这个机器人机器人三定律 呃 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嗯 那还要介绍一下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包括适合中国国情怎么样去去来结合 这种教育的方式怎么样去结合 最后呢还要把一些一些应用啊 包括一些这个现在适应咱们这个COVID-19 这个这个这个疫情情况下 里有一些数据模型啊 一些工具啊哈 那又又又又又又再再就牵扯到现在的这个这个人工智能环境下将来这种就业的一些趋势啊 学业包括怎么调整啊 咱们都会聊一聊好吧 这个刚才呢也感谢小马呢介绍了一下我我本人哈 因为我本人的那个基本上也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方面吧 嗯这个原来是搞搞这方面专业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然后这个呃本身的本人我呃本身还担任这个这个这个温哥华那个大文科学展的那个评委呃 嗯还有这个叫做Global Youth Coding Hub就全球新少年编程大赛嗯那个那个大赛主席嗯因为我其实呢我在早期的时候吧其实大概九几年的时候那就开始搞了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一些项目啊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给这个给报社啊给医院搞的一些关于这个比如说呃鞋业方面的或者是这个就是类似于辅助诊断啊或者是这个自动 能交对类似这样系统所以实际上呢所以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吧我们其实咱们咱们知道最近谈的火热嘛是吧就是他其实这个这个东西吧其实说他其实早就早就存在但是这几年这个概念呢有有有有有有有比较谈的比较多一些啊 啊因为后来那时候在国内的话呢搞的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呢在那时候还在国内呃参与了一些八六三人计划里面的一些项目的话也是关于这个呃训练线 线石啊和桑林重建的一些一些项目后来来到加拿大之后的话呢主要是呃一个是在那个在UBC这边然后呢参与的这个加拿大自学呃自然科学委员会的里面的一些项目吧所以刚才这个讲的是包括一些冬奥会的一些项目啊也都在参与呃那么后来呢我主要是就是在做这个呃人工智能和STEM领域方面的话一方面在做研究一方面在做教育啊这两个结合起来也也也很有意思的 好那我们刚才就是讲到的是今天我们那个第一部分内容嘛就介绍一些历史是吧咱们不是说吗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嘛咱们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过去和过去和现在啊这个我首先呢给出来一个一个基本概念啊几个基本概念啊 因为那好多发现好多对这个概念有点混淆嘛就是因为现在说的一个机器人说的东西比较多是吧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呢词呢是是STEM STEM这个词现在说的都特别多人工智能呢其实就是人类机器模拟人类智慧嘛是吧简单的说就是机器模拟人类智慧那其实就是因为有了机器啊有了有了计算机啊有了机器人呢他代替人类辅助做一些事情是吧他的目的是辅助你人类一部分或者是全部啊当然现在你不能说完全的是全部是吧那至少是现在一部分的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嘛 所以他就可以减轻你的这个体力脑力这方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嘛所以说人文智能为什么现在那么火热嘛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呢叫做这个STEM STEM的话呢这个这个概念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新词STEM是一个缩写嘛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 数学它这个四个字母的这个缩写 其实这个词呢也是应该是四五十年代就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然后这这十几年的话呢因为他在这个全球来讲都知道这个STEM的人才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综合实力啊所以这个概念现在也也也很也很火热啊以至于呢这个这个以至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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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甚至对着这种学历签证都有一些对 政策的倾斜嘛我待会给大家讲因为STEM的话你刚才看到我们这是一个跨学科嘛是吧所以呢他培养的孩子是一个综合能力 那就说呢你你这个不只是传统教育上就是老师教你就你就学好了嘛对吧天涯式教育STEM教育的话呢你你要你要自己动手啊你要合作啊你要有一些创新思维啊啊或者是一些批判思维这样的东西相结合 是吧所以说很多都是软技能啊比如说teamwork合作能力你将来我们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这个工作环境里面不是单打独斗嘛是吧因为这个社会不是单打独斗的社会那就是需要我们就和这个这个孩子们比如说和这个整个团队之间怎么样一个去沟通啊是吧就就这些东西呢就属于软技能嘛那就是STEM教育里面就特别需要锻炼的一些东西 是吧刚才讲到这个STEM的话呢由于这个STEM的这个重要性的话呢所以呢就是很多国家呢对这个STEM的学历呢啊还都倾向性的政策啊我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原来的截图 就是当时那个美国呢那个他对这个STEM的人才呢他是正常来讲比如说留学生在美国毕业的话呢有可能有12个月的工签啊 但是STEM的这个学位呢他会再多拿再多17个月但是呢这个后来呢又把这个17个月呢又改成24个月了也就是相当于是当时在美国的话呢这个STEM的人才呢你会拿到马上拿到三年的工签你毕业之后是吧你三年之后你可以留在美国这个为他服务是吧我们就是说不去讨论比如说类似于移民政策之类的啊 我就是说就是说呢就说明就说明这个他们对这个STEM的这个人才呢这个需求就就是一种特别渴求的一种状态对吧就是说能反映出来一些问题吧那么那么以至于后来我们可能也了解到最近这几年的话呢这个比如说美国对这个STEM呢可能又又有一些限制了是吧甚至现在最近出了一些新闻报道说是有一些国内的有一些高校某些高校的这个学生学STEM的话反而可能会拒签对吧那其实又反映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都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对吧宝贝的不行嘛是吧有的时候又怕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是从里面是看的是说明这个国家对这个STEM这种教育的重视 对这个这些截图呢我就不在这里那个细讲啊因为咱们后面内容还挺多的啊这个就是前面就是算是知识体验嘛是吧那么后来这这几年的话呢这个STEM呢 又发展甚至呢发展成果更扩展了是有的时候呢会加一个A是吧叫做STEM 呃我们后面会讲一个一个一个比赛嘛他就叫STEMSTEM的比赛A呢可以来来源于这个Arts艺术也可以比如说叫Astronomy 那那个天文是吧所以他就说其实就是目的就是把这个STEM能够扩展开去啊这是这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啊 我当时这时候那时候代表加拿大嘛去那个去中国那时候参会嘛就是这个关于这个STEM和那个创客的一个一个一个有一个国内大会 当时那个左边那个女的叫亚克曼她是那个STEM的创始人对那个叫亚克曼就说我们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啊就说就说现在这个STEM或者人工智能啊其实你随手都是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手机那个Siri Siri呃语音识别对吧有的时候我我我我举个例子吧我我那个早上比如说那个晚上那个中午比如说要要是有时候要累了要休息一会儿我就是说那个Hi Siri Wake me up in 10 minutes是吧然后我也不用动手嘛然后他就自己定一个10分钟就定时嘛对吧你说就是人工智这这是不是就是语音识别对吧包括这个比如说解锁啊指纹识别啊面目识别啊所以就这这这些东西吧好吗 其实都已经在生活里面去了是吧那那那那像这个图里面看到的比如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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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有VR啊有这个面部识别啊包括登月啊这里面的这这用的已经非常广了所以呢我们所以我们就说嘛就说不是讲这个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这两这两年这个概念炒的热那是不是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了还是快到了还是怎么样 其实人工智能呢他就早就来了只不过呢他并不是一个时间线不是说哎呀从2018年1月1号开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人工智能呢他就是说逐渐逐渐逐渐的渗透你的生活是吧他就是说其实几十年前他就你就开始用不过那个时候呢可能主要用用在这个工业上军事上做用的比较多 现在来讲的话呢出现是民用啊进入到我们生活里面所以呢人工智能呢不是说他是敲锣打鼓的说哎我来了他就早就来了你现在你也离不开他了是吧因为他就已经深入到你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了呢所以就是这这这些吧都属于这个知识题啊因为今天呢我们呢这个主题呢并不是给大家去来讲这个 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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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晦涩难懂的一些概念是吧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把一些内容呢我们尽量的用通俗的语言和大家去来聊一下然后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共鸣或者是对未来有一些思路啊就是说因为了解一下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是有好处的对吧因为我们展望未来的东西的时候你如果看到他的这个足迹其实其实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好吧所以我简单的快速的介绍一下人工智能的历史啊其实其实人工智能是跟着这个计算机出来的是吧你计算机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其实谈起来其实是很难去谈嘛 是当时四几年的时候第一台电脑嘛这个这个第一台电脑我没见过但是那个美国的第一台电脑我见过哈待会可能后面有图片给大家放哈这个其实当时那个到了五几五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有个著名的测试嘛叫图灵测试如果是这个线下开会的时候呢我就会请这个听众来做实验嘛但现在这个听众咱没法做实验咱就我就只能描述一下图灵测试图灵测试其实当时是这个图灵是个数学家啊 提出来一个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可以测试计算机有没有智能啊你看啊我画了这个这三堵墙C是一个测试员嘛是个人类他看不见这个A和B A和B互相也看不见他们都互相都看不见啊然后呢这个C呢他就不断的给A和B出测试题测试题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当这个C呢发现根据他们的回答 我分辨不出来这个A和B是人还是计算机这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这个这个计算机呢就有人的智能你看他这个所以他这个测试很巧妙啊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C呢测试员呢给给出来第一道题是1加1等于级A和B同时回答等于2好这个问题都过了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判断谁是机器人谁是人类是吧然后呢这个 这个C呢又给了一道题123456789乘以9875321一马龙之内回答那个B呢是人类吗他他他哎呦我说不会呢我得算算啊我得算算我不是说不会我会我但是我得算A呢张口就来啊等于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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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C呢就想哦好你回答这个问题不代表你是人类 他说他断言A不是人类对吧你看这是不是一种除灵测试方法吗结果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A呢他假装他是一个人类失败了可是呢他比如说下次呢他经过训练之后他改进了C呢C呢又出了一道题还是这个23456789乘以987532问A和BB吗他人类吗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人类啊 但是那个B他说哎呦那好好我得算算等我一下我算一下那个A呢你现在也不知道那是计算机还是人吗但是他呢他知道答案但是他他也是说哎等我一下我去想一想他这一想就麻烦了嘛是吧你对C来讲哎他们都没有立即说这个答案那我这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人啊你看他是不是这个A就把那个测试员给蒙过去了是吧 这就说明呢这个A呢具备一点人类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哎正常人不能插了一下就给答案嘛是吧所以通过这种图灵测试的这种含义呢就就代表呢可能能测试出来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有人的智慧是这么一个含义所以你看其实50年代的话呢就已经提出来这样一个思路了嘛这就是来说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趋势了是吧呃这是当时这个50年代人工智能大会 其实当时这些都是这个领域的这个这个鼻祖嘛是吧到了6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第一台工业机器人诞生啊我们看着包括60年代末进入一个相对悲观的停止期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这个怎么怎么还停止呢人工智能大还停止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这这个这个这个第一个机器人你看嘛你要觉得他长得像哪像人啊对吧其实他就是一个机械臂对不对 其实呢这这这就是能够这不是说吗辅助人类完成一部分这个这个工作嘛对吧那就是他就属于机器人的范畴 那我刚才说到一个停止期啊就为什么说这个停止期呢其实我们总结呢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东西的发展科技发展来讲 有几方面是必顾可少都是互相支持的一个是理论模型一个是英语需求还有这个科技基础 这三个呢互不可缺举个例子啊你拿一个手机你拿一个iPhone手机你飞跃到一百年之前 一百年前是什么那个民国或者两百年前清朝对吧 你家手机没用 没有你有一个高级的玩意儿拿过去没用 他那时候没有这个应用需求是吧你你拿那个手机你拿到你你可以先打电话 别人没有电话对吧你没有那个需求 那话说过来呢有需求就一定能有这个东西吗 那不一定你有需求的话呢你这个科技基础达不到 对吧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需求了你你你比如说到了40年代有电话了 我想打电话但是我说我我你帮我这造一个小手机小小的电话 那也不行造不了 那时候没有这个科技技术是吧或者是呢这个你这些科技技术有的话可是你这个理论 你你这基本的公式没有你的理论没有 你还是完不成 所以呢这几个呢都不可或缺的 那那那我举个例子哈就这这就是类似当年我工作过的地方是吧八十年代的一台典型的电脑 我有时候会问大家这几台电脑 有的有的回答是十台有的是三台 其实这就是一台电脑是吧 在那个年代的话呢那个那个电脑呢又大功能又又又又又又弱 但但是呢当时类似这样一台电脑就当时我工作的那个那个那个大学山东大学呢 这一台电脑是管着整个全省的一些一些运算都要到这边来排队 来买这个及时去运的啊不管不管不只是管这个全校的学生 还要管这个全省的一些科研机构来运算 那时候就这个样了对吧 那可是你那个时候呢你这么大一台电脑 它的运算能力也顶多就相当于啊 iPhone4s4s多少年了这十几年以前的一个一个产品了吗对吧 差不多十几年前的这么一个产品 顶多是这个算力 才和类似和能匹配 所以啊 所以你就发现了吧 你在这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 科技 储备还是不足的 你的运算力不够 那干嘛需要运算力呢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搞这个人工智能研究的时候呢 你很多这个 模型啊 比如说你有了一个猜测之后你要去验证 你验证的时候呢 不是通过毛子去瞎想 对吧 你是通过一些运算啊 测试啊 这个数据来支持你的这个结果吗 那这种验证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 他这个 不是几十个 这个公式验证 他可能是很大的一个运算量 上百万次的模拟甚至更多是吧 那以那个时候的这个 电脑的这个 运算力呢 他不是需要十几天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一个验证 那惨了吗 是吧 那你才完成一个验证 然后发现哎 这个验证不成功 我再用下一个推断还要再去验证 那你说你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呢 因为这个运算代价太大了 你有些东西呢 你有这个理论有这个想法 你实现不了 所以那没办法 那你就 你就只能是那个时候呢 可能停滞了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后来的话呢 这个又有一些飞跃 80年代末90年代 这个IBM的一个电脑深蓝电脑 Deep Blue 他是打打败这个人类国际象棋冠军 这个当时这个呢 其实呢 你不能完全说它是 这个是完全的智能 他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什么是海量存储 是吧 海量存储就是说他把这个所有规则都存起来 存储量嘛 存储量 反正那时候也可以弄得很大 你是那个意思 你如果下这一步 我就这样走 你要下那步的话就那样走 你要这样这样走 我就那样那样走 我就能赢你 是吧 他把各种旗魄都背下来 那你就 通过这种方式来打败人类 那也那也很厉害嘛 毕竟打败人类了 是吧 那后来呢 就到了这个 大概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 就是 又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节目 包括都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我就 我也不演示了 就是IBM的一个电脑叫Watson 在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呢 通过智力问答 打败人类 这个问题 是 去分析是吧 所以他和人类PK 然后他那时候是第一次打败人类 然后这个一个意志力的节目 那这还是一个里程碑吗 我这个我就我就不放了 然后后来这个又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是2016年这个Google的电脑 AlphaGo 他当时是和那个那个那个是谁来 是柯杰还是谁来 那个最后是多好是4比1战胜人类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预测是人类战胜电脑是4比1 结果最后反过来了 电脑战胜人类4比1 那个时候这个AlphaGo是这个是人类给让教AlphaGo去学围棋 教他围棋的规则是这样这样这样 你给他起步去训练 但是后来第二年的AlphaGo的那个儿子 他那个叫AlphaGo Zero 他是自我训练不是让人去教的 自我训练 三个小说的自我训练就是打败他的前辈了 100场上60比40 然后他有一个学习曲线 他越学越学越好是吧 然后最后的是记录是100比0 就是说他远远超过他的前辈了是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突破 那么一直到这个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是各种这个自动驾驶车辆是吧 像比如说特斯拉是这种车辆是这种无人驾驶现在都在训练吗 我只看到报道上包括国内也在这个报道训练自动驾驶车辆 前两条不是报道的是那个从那个洛杉矶到那个到那个到到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不是那个车辆开了三四百公里吗 让那个特斯拉的车还是什么车吗 自己开了吗 那个就是完成全自动驾驶就这些东西吗 就是说你就看到了 你从他的历史到现在说到现在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 人工智能它确实是在是在一个不断的发展是吧 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的方方面面 所以说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吧 这是当时那个uppergoat 其实uppergoat不就是一个电脑吗 对吧 它就是一个这个上千上万个处理器这种这种定型运算 这样的电脑 是吧 我们包括这个人工智能 现在还还会细纷争很多领域是吧 包括现在说的很热的像这个机器学习 像深度学习 这些我都不再说是这个特特别的去细 给大家去细讲 包括现在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大数据 大数据是和这人工智能领域其实都是相补相成的 是吧 因为你现在到了这个年代 你现在就面临的都是一些海量数据 是吧 因为你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数据的存储数据的处理 这是到了大数据 这是所以这都是都是要结合起来的 然后呢 包括现在的这个你看我许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你看这个箭头大概是2006年左右 2003年的时候是这个意思 每个人全球每个人平均有0.08台设备 那时候比如说手机 就是连接的那种联网的设备 就是那种比如说电脑还不是说那么普及是吧 可是到了2006年那个时候呢 就差不多全球平均一人一个设备 它是全球平均嘛 你肯定是可能不排除你有多个好几个 对吧 你看到了2020左右的时候 平均一个人有6.58个设备是联网的 那你想想很正常 你比如说我自己手里面 我这也是两个手机是吧 一个电脑 然后可能家里还有几个电脑 那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趋势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是又进入了一个大数据 和这个万物互联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是吧 那这又是我们今天是说去碰的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物联网了 现在就是不只是说的是互联网了 说的是万物互联是吧 说的是物联网了 这都是现在走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所处的这个时代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前一部分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对这个人工智能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概括 是吧 就是我这讲的很浓缩了 没有再在这个展开讲 然后呢 我们第二部分呢 有一个也挺好玩 这叫机器人三定律 那这个事呢 也是离不开人工智能这个应用的 刚才我们讲的两个概念 对吧 这个人工智能讲的STAM 我们就知道了 比如说STAM其实是一个大的大的概念 大框 人工智能呢 其实也相当于是STAM里面的一个分支 那么其实机器人呢 又相当于是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个应用 就把它这东西是一个实物化了 对吧 实体化了嘛 那机器人呢 因为现在已经走进我们的社会了 所以呢 就有必要把这个概念也抽出来呢 这个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比如说 这个看一个视频啊 这个这个现在就是波士顿那个Boston Dynamic 这个这个东西是不是既好玩又可怕啊 对吧这个好玩的是你看现在的机型技术已经到了这种双足行走 那其实你想想如果是把这个这个稍微再缩小一下 然后加上人类的外壳 如果再配合语音或者面部表情的话 你可能分不出来他是不是是个人类还是机器人了吗 对吧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不是也谈了一个话题吗 就是这个未来这10年 那也许你的周围你的同事甚至什么 你的工作的旁边的同事 可能都是有的可能是有机器人吗 甚至你有的你知道有的你不知道是不是 那现在很可能是会进入这样的社会吗 对吧 再快速放一个 我感谢大家 黑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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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然后呢我这个因为刚才这几个呢都特别像机器人嘛 所以这个就回顾一下历史啊 这个阿西莫夫其实是在40年代 我大概是提出来这么一个 当其实是当时在一个科幻小说里面提出来一个机器人三定律 第一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者是目睹人类遭受伤害而不管 第二定律呢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人类的命令 但是又不能和第一定律矛盾 就是不能说你一个人告诉机器人 你去打另外一个人那不行 这个第三个定律呢是这个机器人保护自己的安全 在不违反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情况下 保护自己的这个生存 那不能比如说这个人说你去跳到海里去 那机器人就想我不能自己就是这个自己跳下去 我没有意义是吧 我不用违反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比如说我如果我要救人 我为了让一个人不受伤害 我可以去跳着去救人 但是我不能说是你让我去跳下去 我跳下去是吧 这是当时说的机器人三定律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当时在大学讲课的时候 都会和学生去做一个讨论 所以这个定律在现代社会还是不是适用是吧 那你有没有限决条件啊 那么还有没有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制约的因素 是吧 那其实我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我们说机器人 看第一条还记得吧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的前提 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你得给他一个定义 什么叫伤害人类是吧 怎么才能叫伤害 怎么才能叫不伤害 你说机器人过来和你握手叫不叫伤害 他如果握着你的手咔嚓一声 那叫不叫伤害 那所以呢 他得知道 他得能够判断出来什么一个一个预值 他叫伤害或者是不是伤害对吧 所以你得给他一些定义 他最这个前提呢 就是需要他有一定的这种智慧才能判断 是吧 你不然的话你怎么叫伤害 他觉得不是伤害 那你觉得已经是伤害了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这个命题呢 其实是很大的 你哪怕是这第一条 你都很难实现 这包括呢 我这屏幕上说的 你这个传感器的这个技术 是不是足够先进 是吧 刚才是讲对伤害的认知 还有这种心理学的问题 伦理的问题 是吧 那心理学 为什么说心理学 那我语言伤害叫不叫伤害 是吧 那那那机器人如果是对你说 哦你好笨 我我你你你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那是不是伤害对不对 不一定是物理上的这种伤害 所以呢 他这个范畴其实是很广的 所以呢 就说呢 在我们这个社会呢 这个机器人比如说类似机器人三定律 不是说他不适用 而是要根据条件去调整和修正 是吧 因为社会在发展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他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那我们再再往下看哈 我你看我们那个内容今天挺快 是吧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想把时间都放在这种特别技术的这个探讨上吧 因为我们就是想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这个概念的这个建立好吧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STEM教育了 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STEM教育挺好的对吧 他不是天涯式教育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 那那我们就看看这个STEM教育现在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未来十年对不对 所以呢 我刚才一直讲你看未来你要看现在是吧 你你你读懂了现在你才容易看未来吗 所以呢 我们就把北美和中国的部分我们都一起讨论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过STEM的话呢 它是一个一个综合技能 是吧 你这里面呢 包括奇葩式思考 创新 批判性思维 解决问题的能力 搭建文档阅读 是吧 这个综合的一个能力的考察 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北美 我拿的这个图是北美的一些学校 我们帮他们开展STEM的一些教学的这个例子 你看学生们分小组 你再动手是吧 再讨论 这是当时都是在那个 有的这是巴拿比的有的功效里面 他们去 你看就是有的孩子就坐在地上啊 这个都都很随意的去讨论 是吧 那你像这个 有的时候 这都是当时在这个北美的一些这个方式 这个课堂气氛都也都很活跃嘛 是吧 这是那同学们就学习真正的工程制图啊 你看拿的就是一个工程图纸嘛 他们学习啊 然后他们你看他这是熟悉吧 他们去home depot去买的材料呢 你看那买的pvc管呢 合在之后 比如说自己搭建啊 看了图纸啊 去切割啊 是吧 然后这不是搭出来样子了吗 最后弄出来这个场地是吧 这是他们那个比赛的场地 全都是自己搭出来了 你看这这其实就从侧面上看出来的 这种这种教育来讲的话 你看不是天下式教育 和传统教育非常不一样 不是说你你那个sat 你的背单词啊 是吧 几千个词汇啊 这个不一样 对吧 你要动手啊 去学习啊 你可能会犯错啊 你可能小组这边会有争执啊 然后但是你要遇到问题 就去解决问题啊 是吧 这就是stem教育 这也是 这也是 应该是我们家长所崇尚的一种教育 是吧 因为他培养的孩子是一个综合技能 是为了未来让他在职场上 让他在生活里面能够和别人去协同 协调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像类似于像包括天文啊 这都是属于这个范畴啊 所以我就是快速的举例了 然后包括他们参加一些这种赛事啊 这是不同的活动 这个我都快速的看看啊 快速的看看 就各种各样的 这种这种活动其实有很多很多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 把很多东西都搞成线上了 对吧 待会我会介绍一个线上活动啊 我就给大家 这样的一次活动啊 不一定非得是机器人 但是我我演示这几个有机器人的 这也是机器人 这是专门给那个当时给那女生 哎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活动的专门是这个 stamp for girl啊 那时候我们和那个ibm啊 和那个还有在apps4还有和微软合作的专门给女生的这个stamp的活动 然后呢还有这种关于这个宇宙类的这个我记得我去那个NASA参观的时候呢他那个门上写的那句话宇宙就是未来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挺挺对的嘛宇宙就是未来因为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孩子呢不只是有一个这个世界观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我希望他的世界光 世界观宽阔宽阔希望甚至有宇宙观是吧就是你不但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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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你不但是地球人你还可能还是一个宇宙人是吧你可能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登月是吧中国也在登月美国也登月了还有火星火星的这个火星任务是吧就说将来可能我们的孩子呢他可能比如说可能月球才会往返出差是吧然后呢可能火星可能冬眠之后 也来回往返这都是有可能的嘛所以要培养孩子的宇宙观而这些东西呢都离不开我们现在的这种STEM这种基础教育是吧我们已经把STEM作为一个基础教育的一个范畴了嘛因为这些都是是是相关联的是吧尤其是比如说你的孩子想想学工程啦想学这个天文啦想学航空啦这个这些东西一定都是关联的当时我们带着孩子去这个参观那个美国的射点天文望远镜吧 就去去那个给现场的做这个解说啊这是在NASA做的参观啊这个就快速的过一下啊 那么还有这个关于这个STEM的一些活动啊一些赛事啊哈那这也是引导孩子们去参与STEM这个教育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是吧因为STEM的这个教育呢我们知道动手啊 小组协同啊然后呢有了这些基础之后的话呢再带他们引导他们去参加不同的一些活动啊这些赛事呢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那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交流机会这个这个是当时的这个 2018年Global Stanford全球科学大赛在卑西省西门飞沙大学圆满落幕来自科学科技大赛今年已经是第三届涵盖出高级 of course you can learn a lot of coding and you know you have fun of friends and you learn coding 2018年Global Stanford全球科学大赛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哈后边我还会再再说两句的哈因为现在正好有一个比赛也可以让那个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参加嘛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把这个人工智能把STEM的概念贯穿到生活科技和未来里面去是吧那就是就是复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嘛 待会儿我会介绍比赛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暂时先跳过去 他这个比赛的因为这个因为他就可以是有一些任务给定的任务挑战也可以有自己的这种设计的任务 一些原创业的任务都可以去去来参加这个比赛的 因为在疫情下的话我没办法办这种这个这个比赛场地里面现场比赛 所以我们现在都改成云比赛我们只要自己上传作品就可以了 这都是当时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了 这是那个云端比赛的这次那个这次的那个那个海报哈我我我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我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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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说啊 我们下期再见 来给大家休息一下啊 因为这也是这个 现在那个Boston Dynamic 它那个新产品正好是这是当时是元代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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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一个祝贺视频给大家这个稍微放松一下啊 因为已经讲了四十多分钟了 这个给大家暂时什么了 我们我们这个我的这个讲的部分的还有十几分钟就差不多结束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北美的STEM活动啊 刚才我们讲的是北美的 这是当时去那个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 马斯克把这个当年的美国登月基地租下来20年啊 人家一个私人公司租下来20年吧 这当时是那个登月基地 在北美的这都是一些北美的STEM活动啊 就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在北美嘛 他这个所以这个对这个活动可能可以了解的学校应该最好是了解一下这是北美的活动啊 这个就当时我不说吗 我说我见过这个美国第一台电脑 这就是美国第一台电脑 是当时我带着那个孩子们去那个哈佛这台电脑在一部分在哈佛去哈佛参加那个那个全球数学大赛的时候 他们这个这个这个就在美国第一台电脑前面这个合影呢 我再再再快速说一下这个中国啊 因为中国呢这个他也是最近这一年对这个STEM对人工智能特别重视 所以我们我们自己呢现在和中国呢现在合作的项目已经非常多了 但是中国他有的特殊的国情嘛 所以我们就是从要从国情处罚是吧 那你你你你做这个适合国情的教育呢 可能是是现在比较需要的啊 你看我这放的这个截图那是你看2017年的时候 这个国务院就开始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了 这就是往各个部门去去印发的这个后来呢这个像这个是关于大数据的是吧 所以你看到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人工智能里面的这个几点的话呢 其实在在中国这个这个层面上他其实已经都开始重视起来了 他可能有的时候呢他这用的这个这个词呢 不一定是和我们北北的这个习惯完全一样 但是他很多概念才是重叠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 就是说现在呢其实全球都是这是一个热点 所以对我们来讲对大家来讲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窗口期对吧 这个窗口期呢你很难说他是比如说10年15年还是20多年 是吧但是你说看10年我觉得还是有吧对吧 所以这个窗口期来讲对大家来讲确实挺重要的 咱且不说这个咱去年是吧去年呢很多东西耽误了一年 但是呢这个但是现在呢咱不是已经谈到今年这个主题说的是后疫情时代吗 是吧所以呢这个还是这个东西呢还是会可能会稍有停滚 但是阻挡不了他这个他这个大的步伐 这是当时看了几个政策啊 那么那我举个例子啊 那就是最近呢我刚刚给这个广州一个大学呢 呃在上一堂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课啊 这个32个学识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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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截图就是他那个他那100个学生嘛上这个课 那么就现在就看到了就这个问题体现出来是就说现在其实国内不管是在中学小学 小学中学高中到了大学这个层面其实对人工智能的教育其实都非常重视了 所以呢其实这个重视程度我来讲啊应该说是不亚于北美 嗯这个你看好像比如说举例子吧 呃大概是咱们BC省啊是2016年左右当时省长是简慧之 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在这个发布了一个要求呢就是在本地的中小学呢就是要开展 比如说类似于编程啊或者是这种STEM相关的这教育你看就已经深入课堂了 是吧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你你你有一些课程呢是放在中学有一个课程甚至已经小学里面已经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和教育局那时候就开始合作了嘛 因为我们给这个教育局还包括给他们培训一些老师啊培训一些课程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很多人工智能STEM相关的课程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和这个和这个教育局这个层面上就开始已经合作了嘛 呃也服务了很多学校了 所以你看所以说到了在中国啊其实这个倒推来讲他这个发展是不晚的是吧 他都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步伐在在发展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大学你看就开始引入这样的课程 虽然你看这个课程其实是一个云课程嘛 我就是我我我本人啊包括我这边的我们这边的老师完全都是在云上给那个国内大学生去讲课 但是效果也很好 现在呢这个上个星期啊不对这个星期刚讲完课 然后呢他们现在是到了那个课程实习的阶段了 嗯这个那个目录上列着的我们就是说这个课程分了十好几个主题啊 所以内容其实挺丰富的 这包括这是这是18年对18年我那个时候是在北京那个给那个中小学校长给他们研修班上给他们也是给他们讲这个联工智能课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说因为我们这现在讲的是国内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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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嘛 所以就是去看出来的国内呢他现在非常重视啊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面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机遇 包括呢就现在的很多国内的中小学已经开始逐渐的开始这样的课程了 也包括这个编程的课程推广 现在国内有很多这样的这种网站现在这个应该都已经有好几轮的这个这个融资嘛都已经开始好几年了嘛是吧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在中国这绝对是一个窗口期了 所以这个所以当时我们在中国那时候也搞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课程也都开产了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来嘛就是说互补啊优势互补资源互补就是把这个国外的一些东西呢也可以引入去国内的特点也可以互相去去来弥补是吧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所以呢我们办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交流活动包括各个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的是吧也给的开展有的是学生过来有的是我们过去 那么就是把这种STEM人工智能的活动呢在这个教育这个层面里面逐渐就开展起来 这都是当时做的一些这个实例啊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后来学生自己做的海报啊自己去讲解啊是吧 这些都很有意思吗 这个我讲的比较快啊 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下一部分的话又开始讲一些这个应用了啊 回到生活了 刚才讲的是这个这个历史和现在啊 我们就是现在想的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呢还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说不只是你手上看到的这个手机比如说语音识别是吧 不只是这些了 其实说我就举个例子吧 就现在这个这个新冠病毒嘛这个covid-19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途径呢 去来做一些分析啊预判啊是吧包括给这个政府层面啊这个 给他给他一些 辅助一些手段嘛是吧 就其实这个这个是当时去年的时候啊 去年时候那时候 我记得是三月还是四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是我们带的学生 其实用这个微积分 用微积分的一些工具呢 来做对这个当时这个数据模拟做一些这个研判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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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这个模型呢其实前一部分预测的都还比较准确啊 这个当然后来呢是后来这个这个由于这个这个这个咱们这个这个所谓这个这个这个lockdown封锁呢 这个不是那么成功是吧后来这个数据模型又又改变了嘛是吧当时你看我把这个我们把这个公式都放进去 就放在里面去了嘛 那么其实呢呃这个当时这个研判呢和这个和当时曲线模拟的其实是挺准确的 但是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个 疫情的发展结果蹭一下子 成了这种样子了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那那就说明就对这个数据模型要做一些调整了嘛 所以呢就是说这里面的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 相关的一些工具啊 其实是需要学习去掌握 不是说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掌握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不是说的是教育吗对吧 教育的话我们说的是我们我们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应该掌握如果是他们 学习人工智能学习STEM 那就是对这些相关的工具就应该要有所去了解 这是这是这个 我们用这个 其他工具都做的不同研判 因为我们 塞德华现在我们自己有一个研发团队 所以我们团队里面呢我们 也开发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就是包括这个 硬件包括软件都在做一些开发 因为都都是和这个主题相关嘛 这是这个后来 这个研判研判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模型啊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感染和这个 这个未感染的这个这个模型 这个这个后来这些数据都发到那个省政府了 这是当时那个结果 是那个你和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几个波次吗 是吧 我们现在不是 在讨论是现在是 第3波第4波的问题吗 是吧我们那个这个那时候3月份是第1波对吧 7月份那个就到9月份那是第2波 现在是到了这个第3波 就当时用了很多工具来研判 因为这些都是和我们 孩子们的教育其实是相关的 包括这个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熟悉这个东西 这个叫MetLab MetLab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模型工具 去年5月份出了一个事 出了什么事呢 这个这个MetLab呢 他用处太广了 他各个高校 包括科研机构啊 包括NASA 包括这些波音公司啊 都在用这个来设计 来做这个数据模型设计 结果呢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呢 忽然 就是好像是 进华为的那个那个月 忽然又 国内的某些高校 有些机构呢 也是被禁止用这个软件了 所以当时这个 这个还是搞的一个比较大的风波 还是这个 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我就不在这 这多讲啊 但是呢 我就是说呢 就是说 这些工具呢 这些工具 这些包括数学建模也好 包括编程也好呢 其实都是我们来 设计到 人工智能 或者STEM 教育 相关的 你基本上 都要去了解 去触摸的一些东西 是吧 有的可能你还需要是深入的掌握 对 对 好的 这个我们进行这个下一部分啊 就是一个关于就业的问题 是吧 因为我们前面你看我们说的是这个 人工智能的历史是吧 这个历史呢 现在呢 主要是说就是 他就在工业上 在军事上 然后慢慢 到生活里面去 但是在教育里面的话 我们想现在这个这个时代 我们想现在这个什么时代呢 我们把它叫做 后疫情时代 是吧 这今天我们一个大主题嘛 我们说的是后疫情时代 这个可能我们想的就是疫情不是还没过吗 是吧 疫情没过 是啊 可是这个疫情反正早晚得过 可是呢 这个疫情呢 还有不是说一个 一个忽上忽下的一个过程 对吧 我们俗话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这个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 如抽丝 对吧 所以你说就算是 都打了疫苗了 就算是这个病毒没有了 那你说这个生活难道能 完全恢复成原来百分之百 原来那个样子该怎么样怎么样吗 我看也悬 对吧 这个咱不是说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 而是说 就是说 你这个后疫情时代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 一个曲线 慢慢慢慢在波动 是吧 你不可能说是 啪的一下子 几个月 五个月 几个月完全回到以前 那可能 是很难去 去做这个判断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去分析一下 是吧 因为 我们很多人应该都发现了 这几年 尤其是包括比如说去年是吧 这种突来这种变化 变化特别大 对很多行业的冲击特别大 是吧 这个怎么个冲击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分享一下 你们可以一边休息 然后一边看一下 这种变化特别大 这个问题大家看到了 牧羊犬现在变成牧羊机器犬了 对不对 这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狗狗失业了 狗狗失业了 但是其实这个说明的问题是可能不光是狗狗失业了 可能某个行业都失业了 是吧 这个行业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说 你不是说由于你自己做不好被人淘汰了 而是说由于某一个新型行业 顺便把你淘汰了 你都不知道一夜醒来你就被淘汰了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时代 不是说因为我不努力 你很努力狗狗有什么不努力的 是吧 我用狗来比喻我们的社会 是吧 但是他会失业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么一个时代 是吧 像去年年我们还记得吧 媒体上都在说 像Facebook 像Apple 微软 他们很多都是在远程工作了 是吧 你看我们现在大家 现在大家是不是很多都是在远程 比如说现在这样的讲座 我们可能原来是现象 对吧 然后可能大家从世界各地飞过来 去办这样的这种大会讲座 然后继续交流 是吧 也很有意思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是办的是云讲座 这个方便 对吧 也有它的方便之处 也有它的不便之处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这种交流的这种方式 可能就不一定这么方便 可是你在1万公里之外 我们大家还是可以交流的 所以各种东西是交织的 你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判断 就是一个好一个坏 不是这么一个是和非的一个判断 而是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抛出来 让大家可以思考 你就是说将来哪些必须得居家办公 对吧 哪些是不用的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教育吧 教育的话 传统教育不是这个课堂上 是吧 老师讲课 学生听课 是吧 这种居家的 这是要现场的 是吧 可是现在的教育 你看大部分转向线上了 是吧 那你比如说这个 可是你说像装修吧 你说这装修 你怎么线上呢 你可以是来线上去设计 可是你这个 你去铺个地板 你不能让这个工人线上给你铺 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像这种零售行业 零售的话 我们现在都知道 比如说类似于亚马逊 比如国内的淘宝 这个把这种实体零售也做了很大的冲击 那你说那是不是对线上的零售 是不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对不对 很多东西 你看我我我举了很多例子 就是是不是有一些职业可能很难被替代 可是有一些职业是不是也就给消失了呢 是吧 你其实很自然的就可以想到一些职业消失了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可能不远的未来送货 送货这个这个邮递员比如说是 邮递员咱咱比如说现在你有个货你还要送过来 将来是不是机器人给你送货了 是不是一个这个这个一个那个飞行器过来给你送货了 对吧 这都是我们可以能够看到的一些事情 而且可能是离我们不远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到有些职业消失了 对吧 有些职业消失 因为什么 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因 不一定是因为你不努力 而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行业使得它给消失了 是吧 那如果回到我们的教育来讲的话 我们就想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 现在你在上中学上高中 那么你现在面对大学责专业的问题 包括将来选择工作的问题 那如果是你现在选了一个专业 过了十年甚至不到十年这个这个职业消失了 那是不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希望和大家去交流呢 也希望大家去思考呢 而是我们想 哦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 面临的这个将来 到了生活的时候 到了这个成人的时候 他的职业消失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是不是该有所准备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这个内容基本上讲完了 但是我后面还会花几分钟 说一下那个比赛的事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你说未来十年啊 我们看教育来讲的话呢 他所承载的什么东西呢 他所承载的东西啊 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 不是说我们今天讲人工智能了啊 你就孩子你一定要去学人工智能 或者是你要学这个学那个啊 教育里面的话呢 他的一些基础行业 基础学科 这是必不可少 是吧 你比如说刚才想这种数学科学啊 包括比如说类似于编程啊 这是教育所承载的这个基础行业 你这是你必须要扎实的 要坚实的 是吧 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 你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 比如说你选哦 STEM的方向 人工智能的方向 工程的方向 电子的方向 某些天文啊 航空啊 这些领域 再去再去加深 细化 深入 是吧 然后呢 又瞄准你的这个职业 然后去分析 你未来这样的职业 是在未来看未来十年 还是二十年 能不能立于一个 不能说不败 而是至少是不被淘汰 是吧 这样的一个一种方式 所以呢我就说嘛 对教育来讲的话呢 这其实是每一个家长 每一个孩子 应该去想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东西人云亦云 而是要做自己的分析判断 是吧 根据自己的孩子情况去来选择 所以呢 我们就说嘛 你的职业你需要提前去想 你的专业需要提前去考虑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 就是回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一直在 在我们一直 在把这个问题切换回来 就是说我们说人工智能啊 我们说STEM的话呢 不管说它的历史 还是说它的未来 你其实这个东西呢 都是因为它和我们是结合的很紧密的 知道就是说你不管承认不承认 它进入到你的生活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你的孩子将来可能就是和一个机器人才开始工作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你看我能目所能及的这个未来 所以呢 你说我们这个到底是将来生活几个月之后 几天之后 常态化也好 还是后疫情时代也好 是吧 其实这个大方向我认为是会持续的 就是说刚才就是我已经重复的这个这种方式 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 学习方式 你的职业都是在这个趋势之下 越来越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了 这是我们我认为家长应该大家应该考虑的问题 然后那个我正好呢就是在把那个呃 刚才咱说的这个关于这个科技大赛的这个事说一下 因为这个事也很有意义 这个我把这个打开行为就最后三五分钟的这个时间 我把这个因为正好呢 现在呢我们现在在办一个云上的一个科技活动 因为我还是挺挺希望鼓励这个孩子们去去参加 因为现在正好开放报名了 因为我们是呃 准备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呢 呃1月16号呢 办一个这个叫全球科技创新大赛 这个叫全球科技创新大赛 那个中英文叫global steam fair Steam名字已经解释了是吧 2月1号之前提交作品 而且我们这次这个比赛呢 是是加拿大青少年基金俱乐部呢和这个乐谷青石会主办的 呃然后呢我们这个又特别得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列子们这个这个乐谷十字会啊 呃对我们支持力量非常大啊 就这个比赛呢 而且我们最后呢 是要把这个整个报名费都捐给那个BC阿尔伯塔那个导盲犬协会 而这其实这是一个公益比赛 呃就是说比赛也是比赛 但是那个他的这个收入呢捐给这个这个公益组织 给大家正好放一点点这个录像啊 只有一分多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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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成两大块一块是这个这是都之前的比赛 这个我就简单的快速的发展看一下 因为举办了六届了 这是一个国际大赛 今年因为正好是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办一个云上比赛 还有这也挺有意思 这是这个比赛的子活动 Sam4Girl专门给女孩子的一个活动 好像这个也很有意义 这个是和这个Sam4Movie和这个电影公司合作的一些活动 就是他们有很多机会去来参与拍电影的一些活动 这个比赛的一个是工程挑战 一个是科技创业 那么它既有这个指定任务 也有一些这个可以自选任务 所以就让孩子们都有发挥空间 所以我昨天有的孩子都已经教了作品了 做得非常好 就是他完成的是一个指定任务 但是你也可以有这个自选任务的 这个详细的任务的话 你们都可以在网站上去这个去了解 还有一个科技创意在 这个也是有不同的课题就可以去去来创意 但是你也可以提交自己的创意特点创意主题 我们这个理念就是创意无限 unlimited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上去看详细的规则 因为时间有限的话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讲它这个特别细的规则 包括学生的这个这个作品 这是他做的这个作品 这是一个小城市 我建立了 这是一个洗衣室 学生的已经提交了作品 这个大家可以选这个可以截图这里的 把这个截图截下来之后 就可以知道是怎么报名了 这个这是作品提交的规则 这个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放了 很快这个上传作品也可以开放了 截止时间是2月1号 就是大家注意好这个时间 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所以还是可以准备的 就是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公益活动 就是它不但是参与比赛 而且参与空益 所以是一举两得的一件事 这个活动这个对上次已经介绍过了 智想世界有趣有梦 这就是这次这个比赛的主题 智想世界有趣有梦 这是这个比赛的那个网址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 在这上面有那个报名的链接 也可以进去的规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好吧 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这个讲的这个非常感谢 大家呢一起去来 这个来一起聊一下 咱们这个人工智能 现在在这个教育方向上 未来的一些一些一些想法 就在这个机会呢 和大家一会分享一下 好谢谢大家 谢谢小马 好谢谢张成博士的精彩的演讲 那张成博士呢 在他的报告之初 首先呢也对大家就 人工智能几个相关的 容易混淆的概念 做了一个普及 那接下来呢 他也对这个人工智能 未来对教育行业和就业的影响 做了一些分析 那谢谢张成博士 那人工智能呢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 非常广的一个领域 我相信在短短的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大家可能还有一些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访谈 和互动环节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我们的chat聊天里面 输入你的问题 好那在这个最开始呢 我先给张博士提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呢 我就想了解一下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 刚才你也介绍了 它整个的发展过程 那我们知道 早期呢是进行数据的 处理和计算 到后来的图形的识别 以及语义的理解 还有知识图仆 到现在的这个神经形态技术 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就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 你觉得它有可能会在哪些方向 或者哪些领域 再取得重大的一些突破呢 就是人工智能呢 其实它还是 目前来讲还是有很多困难 它是其实是困难和机遇并存 其实一直是这样 刚才我们 其实在这个里面分析了 人工智能 它有它这个寒冬期 对吧 它受一些各种制约 可是现在呢 又进入了 类似于一个爆发期 那比如说 我们看前的眼前的一个 举一个很大的例子 自动驾驶 是吧 这肯定是未来一个很大的方向 是吧 因为它解脱了这个人类的这种 这种这个 可是呢 这个这个是现在 可是现在 它的问题也很多 对不对 自动驾驶里面 我们也看到 新闻里面有一些负面东西 所以呢 现在永远是机遇和挑战 是在并存的 是吧 包括这个后期啊 你看我们现在刚才讲的 这个机器人问题 机器人里面 其实说到第一定律嘛 这个机器人识别出来 不能伤害人类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你们要 你们要是去参观亚马逊 那些那个仓库里面的话呢 仓库里面那个都是机器人在运货 机器人运货的话呢 它应该是 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它一看到一个人类 走进它 把它要先停下来 停下来去 它判断一下 不会撞着人啊 对吧 因为它不是说 不得伤害人类吗 是吧 不得伤害人类的话呢 其实它刚才就说嘛 它怎么知道 不能伤害人类呢 那其实就要给它 一个是传感器的定义 一个是这种概念性定义 让它这种智能化 其实是一种挑战的 因为它要学习 什么叫伤害 让一个机器人知道 什么叫伤害 什么叫不是伤害 也是其实看似容易 其实也是有很多挑战的 所以就说永远是机遇并存的 可是呢 这些呢 又是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因为一定会 这些东西呢 会越来越完善 也许它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 一个点 这是很难的 因为人类都不能百分之百 对吧 你很难要求机械百分之百 可是呢 它这个学习曲线 可能应该是越来越完善 好 谢谢张博士的解答 看来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还是有很多要研究的 比如说关于这些概念啊 还有定义啊 等等啊 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刚才你也简短的提到了 这个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 目前呢 我想提的问题呢 就是中国和加拿大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加拿大嘛 在全球人工智能方面 这个地位是怎么样的 在哪些领域具有优势 还有具有哪些地缘的优势 还有在哪些领域 目前已经发展的 具有一些优势了 其实这两个国家 它是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是吧 您像加拿大来讲 因为它身处北美嘛 所以呢 它和很多一些国际交流 它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是吧 包括本地的一些大学啊 包括加拿大的一些大学 包括北美全球的大学 它的这样的交流 它是比较连贯的 包括这个本地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 它这样的这种 不管是学术上的 还是科研上的 这样的成果 也是引语转化的啊 就是这是我们 伸出本地的这么一个优势 那我们也知道呢 中国呢 现在是进入一个 人工智能和STEM这种 不管是教育 还是这个工业上 快速发展的一个爆发期 那它的这个市场是巨大的 是吧 那谁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可想到 而知这个市场是巨大的 所以呢 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所以呢 所以这很多东西的时候呢 不是说只看一个点 而是说要把我们的优势 和别的优势 紧张去连接起来 大家互补 大家一块好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那是不是说在中国呢 具有更为庞大的这个数据规模 还有更丰富的数据的使用环境 还有一个呢 是中国呢 现在政府层面上的这个支持力度 也是非常大 我所知道的 就是中国在语音 智能语音方面的技术 应该是在世界上更明显一些 是的 中国本身有这样的产品 已经都已经上市了 其实这样的产品 其实类似于 不光是语音识别啊 还有这个就是民用的产品 现在都已经推向市场了 所以很多东西呢 其实可以说是各有前求 不是说就是说只是 这个这边的好 或者只是哪边的好 其实很多技术 现在是都是各有各的优势了 相对来说呢 感觉美国好像在底层的技术方面 实力更为突出一些 那加拿大的处于这个 距离美国也比较近 有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 也希望未来我们加拿大 能够在人工智能的方面 取得进一步的一个突破和发展 那今天呢 我们的大会是教育大会 其实呢 我还想问张博士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工智能 未来在教育行业的 具体的应用是怎么样的 其实刚才呢 你在报告中也简单的提到了 比如说这个网络教育啊等等 那我想问 就是关于具体的应用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对 那个网络教育呢 是它呈现了一种方式 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说是 就是它这教育内容 它教育内容的话呢 其实刚才呢 我也提到过了 就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教育呢 比如说 通常我们说的K12 正好一我看到那个 屏幕上也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也是问到这个教育 我正好这两个问题可以结合起来 一块回答啊 这个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STEM 人工智能教育呢 其实不只是面向K12 K12当然是 是一个一个大战场 是吧 或者说一个大市场 K12呢 因为孩子们 他现在是在课堂里面 他们不但是要学习这种基础知识 他们也需要了解这种 这种未来这种先进的这样的 包括人工智能啊 包括STEM啊 包括机器人 都是需要了解的 所以呢 这是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战场 那么另外呢 其实大学 我们现在呢 其实是不只是叫K12 是叫K16 为什么叫16呢 13 14 15 16 是大学的相当于大学的 1234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东西 做的是连贯性的去来考虑的 包括我们看 我刚才刚刚讲的 我在我给广州一个大学里面 这个我们开的这个人工智能课程 其实是面向大学 那么我们其实就已经把这个通道去打通嘛 从K到大学这个阶段是连贯的 那么就可以做到在课程上 比如说有这种阶段性 有这种层级性 是吧 那么然后呢 在教育上体现出来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模块 不同的板块 让他们呢 在哪个层面都可以接受到适当的教育 从而呢 我们相当于是为社会培养这样的这个将来的人工智能的人才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教育方面的这种想法 是吧 所以那贯穿到这个教育内容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它细分成很多这样的板块 很多这样的模块 因为你这个人工智能 它虽然 你说的感觉像一个高大上是吧 可是你要落实下来之后呢 你还是要分成一个模块 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具体的去学 不是说只是学一个哇 一个一个很高光的一个东西 你还是要从一些细微的细节的东西去着手去学习 所以这是我的这个观点 谢谢张博士 刚才呢也说到了教育 他从形式到内容都会有一些变化 那未来呢 我们知道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马斯克所做的这个脑机交互设备 那他先是在小猪的身上做实验 那未来呢 他已经说了 他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要把这个芯片植入到人脑 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学习了 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我想问一下张博士 目前他还没有做到 但这一定是一个趋势 就说我们现在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去学的都是一些资讯类的东西 那在这种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应该怎样去转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 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 而不是说我们新银库学了半天 一个芯片植入脑子以后 你这些都不用学了 是啊 你看这确实是我们这么多年 传统教育的一个东西 对吧 可是呢 现在呢 就感觉到进入到一个边缘期了 就是很多东西呢 可能快要被打破了 是吧 那刚才我还提到一个职业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不光是这个教育的这个内容 怎么学 甚至包括你的职业 是不是还有都是一个问题了吗 所以这个 我觉得才是 应该是我们要更深入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脑机 这体面其实还涉及了一个什么呢 还涉及了一些伦理学的问题 对不对 对 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有的人他可能车祸了或者是怎么样了 他需要这个东西来帮助他 可是这个在伦理上又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东西呢 它又是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了 你又不能简单的就是又是一个yes和no 来判断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能说的话呢 是我们要不断地去研究 分析我们目前的这些 不管是学习方式 工作方式 还有这种科技和这种人类的这种交错呢 不断地去研究 不断地去来探讨 去来解决 有的时候呢 可能只能是一步一步的 或者是很细微很细微的去走 因为你不是说只是一个 克服一个科技壁垒就完成了的事了 你可能还需要科技之外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吧 我们知道可能去年前年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关于这个DNA 改造的这么一件事 当时也闹得黑黑洋洋的 对不对 那你看这里面 不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问题了 对吧 他有设计的问题就更广了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社会 这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 yes or no 而是说是应该 去整个的这种 很多层面的人呢 去一起努力 去来了解 去解决 这觉得 我觉得这才是应该 未来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 希望家长 还是大家一起看 去来了解这东西的 因为你了解了之后的话呢 你才能知道 这个东西未来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 施加给我怎么样 施加给别人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yes or no 或者是某一个知识 我们要这样学 有一个知识要那么学 而是应该是去来分析 是吧 所以说某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我想学一个什么东西 可能就是小马你刚才讲的 下载一个东西 几秒钟 我会开车身飞机了 是不是 就是将来这种方式 是不是能实现 是吧 这个很难讲 好 谢谢张博士 现在呢 在问答区有一些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 请问张博士 在STEM领域多年的教育经验中 您认为性别差异 是确实存在的吗 对女孩子的启蒙和教育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还真是存在的 这个呢 我举个例子 我们参加了很多这种国际大赛 就关于STEM了 关于机器人 关于人工智能的 我们当时我还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 后来发现了这个 他们总结了一个说是4比1 4比1一看 那能猜出来吧 4的男生 1的女生 这么一个比例 我这现象很有意思 那咋差这么大呢 是吧 就说呢 这确实是一个 目前的一个现状 很多 因为很多家长 或者很多孩子呢 他一听这个东西 把他觉得 是不是离我太远了 是吧 所以呢 所以这是 其实这是一个苦极的过程 我其实我记得 我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比赛大会上 因为我一般我发言的时候 我就会问大家 你们知道不知道STEM STEM 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加纳 几乎没有人举手 我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 我当时去学校再问他们 什么是STEM 几乎90%都知道这个STEM 所以你看了吗 其实是这个概念呢 逐渐的去深入到家长 这个学校 孩子 或者整个社会 其实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呢 其实对这个性别差异来讲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会慢慢有所缩小 会有所改善的 当然了 现在来讲的话呢 很多国家 包括很多机构 都有专门去 辅助这个女性 参与到这种STEM 人工智能的这样 这样的这个活动里面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我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们这个STEM里面 还专门有这种STEM 其手 李适时 那其实呢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他有很多自我学习 和自我提高的这个能力 他用了很多这样的 一些技术去战舍 那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也有人们 一直存在的一个担心 就是未来 机器人到底会不会毁灭人类 这个问题 也想问问张博士 这个问题 我几乎是每次 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吧 其实问到这个问题 可能大家就会想起来 看那个终结者是吧 然后这个机器自我学习 然后判断这个我来毁灭你的事 因为我要保护地球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不是说它是一个定的答案 但是呢我们认为呢 这个呢将来应该是不太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我们不否认说是这个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 比如说像这个阿华购 刚才对 刚才我说错了 应该是李适时 因为我当时记得那个科捷了 其实是李适时吗 那个他那个 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人工智能里面的这种 更深层次的算法了 就是刚才我提了一句 就是一个是关于这个机器学习 一个是关于这个深度学习 那这里面呢可能就用到更多技术点 包括一些类似于神经网络 这东西呢其实都是 有的是和人类的这个大脑运作原理是相似的 研发的这么一些算法 就这些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会会相当于是对计算机的这种运算力呢 会产生一种爆发性的这种增长 这是可以可预见的 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 应该很难想象 就是说我们将来还会有真的像电影里面描述的那种机器人 就是把人类会怎么样 这种我觉得这种预期应该是可能性不太会发生的 将来呢我们觉得能预期的是 是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呢是辅助我们工作 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辅助医疗是吧 比如说他判断这种病造手术 甚至帮着人类去做手术 这种判断呢应该是是可以预期的 应该是已经实现了一步 或者很快就要实现更完善的一些东西 是吧 而对于这种这样的那种关于人类整个的这种命运的这种话题的话呢 我倒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是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用担心吧 我们应该离那个阶段应该还是 好像还是很遥远吧 好谢谢张博士的回答 张博士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 非常感谢啊 经常有一句话是 时代淘汰你的时候从来不跟你打招呼 我相信今天晚上呢 张诚博士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 给我们事先打了一个招呼 也希望大家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能够提前做好准备积极应对 那感谢张诚博士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 是不是大家还觉得意犹未尽呢 那希望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可以一边休息一边开会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说再见了 好的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下周同一时间 同一Zoom ID 未来教育大会分会第二场 秦晓梅博士和你聊聊 当线上教育成为常态 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应对 我们欢迎您的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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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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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